搬過來以後離他家不到10米遠 就是一個籃球場 南部山區搬來的時候 家裡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輛駕駛車 他剛來的時候結婚 旁邊只放了一個小木箱子 一張木床 過了幾年我在回房他的時候 他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 房子也翻新了 像有一個心神嘛 那麼你通過你的眼神都能傳奇出來 而在這安穩心裡 寧夏的改變還不止於一次 2020年12月26日 由銀川站開往西安北站的 第4385自動車駛出銀川 標誌著寧夏終於迎來了高鐵時代 阿嬤 他的城市 他在二十頃 居民國父 的經濟 驚人